TinkerCAD的工作環境 登入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你可以按建立新設計 等一等 這就是進入版面 上面可以看到英文名 就是File名 其實它會設計一個File名 你可以在這裡按一下 改為你心目中的名字 例如5A40 這樣也可以 TinkerCAD的工作環境 總共分為四個主要區域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上面這裡有功能區 例如複製、貼上、重複、刪除或復原 這邊還有 有全部顯示 組成群組 或者是取消群組 對齊 或者是翻轉 這裡有很多icon 可以選擇 在這邊 這個叫做 觀看角度區 可以看到上前 在不同角度看的 這裡看到這個注視圖 一開的時候就是注視圖 這個就是布腕整個視圖 待會你會看到 這個拉近 拉遠 這個切換成正頭影 就是在上面看下去 你回到這邊 就可以了 這個是可以拉動的 不同的上下左右 現在只有平面 沒有立體東西在這裡 所以沒有那麼清楚 我們回到注視角 好 接著 在這邊 就會有 拐圖工具區 有很多不同的圖形 也有尺規 可以選擇 這些是基本造型 拉上去 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還有其他不同的造型 可以選擇 好 另外 藍色 這就是 工作的平面 按住 滑鼠中間的 一個 鱗 可以 滑鼠 就可以放大 熟悉 看你方不方便 看